像我最近我就说 这个政党是不是被诅咒了 每个明星都折损得很快 尤其是对柯文哲来讲 他这十年在运作第三势力 他有一个基本的概念 我认为在台湾 如果你真的要当一个第三势力 如果你有这个觉悟 你必须要标准 确实要比蓝绿还高 很抱歉 在这次的作杖的方面 你是不如蓝绿 期晚幕后聊新闻 这里是由TVBS连历媒体 所制播的Podcast节目 新闻幕后 我是洛鲁萨达路 民众党在最近 陷入了假将风暴 记者会一直开 可是好像没有怎么去 消弭到民众心中的问号 在过去有不少他的KOL支持者 最近不但是求取 有些人甚至起来高深的批评 科匹可以说 面临到前所未有的政治危机 那过去或许有些民众 都还蛮期待的 我们没有可能有个第三势力 给大家一个不一样的选择 不一样的盼望 不一样的机会 但现在看起来 好像有种越来越绝望的感觉 根据台湾民意基金会 在8月20号发布的一个 最新的调查 是这个国人对于 三个主要政党的感觉 的感情 那民众对于蓝绿白 整体的感觉 都是趋向负面的 都是觉得讨厌 觉得失望 那如果讲到 三党的好感排行榜 民进党排在第一 但即便第一 也就35%而已 国民党排在第二 26%左右 民众党只有20% 但是反感排行榜 民众党就排在第一名 40% 国民党第二 33% 民进党是30% 排在第三 所以在最近这整个 政治气氛的发展 我心里头就一直有一个 蛮大的问号 就是一直在想说 在台湾除了蓝绿之外 过去大家都在讨论说 第三个势力 到底有没有可能 有没有机会 是不是从制度面来思考 是真的没有什么可能 没有什么机会吗 没有这样的文化 没有这样的沃土 给养出第三个势力 第三个政党吗 今天来介绍 跟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来宾 是资深媒体人黄明 波基你好 露露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再次来跟我们聊 进入正题之前 先个人好奇 为什么叫波基啊 对 高中的时候 英文名字叫Pokey 就是临时的Pokey 就那个冰棒那个Pokey 然后那个后来 到了大学有个同学 他就说 你都叫Pokey 他就帮我自己 他就擅自取了一个叫波基 中文谐音这样子 然后就 那时候很流行BBS 会有什么个人版 然后我就把它用成什么 波基碎碎念 就弄了一个这个版本 所以就一路沿用到现在 所以后来那时候跑新闻 很多人都叫我Pokey 波基 就叫波基 久了就 后来很多人可能不知道我本名 但是知道那个是波基 所以有可能就是先从BBS版上 认识了你的名字 就因为我大学的时候就是 除了BBS还有那个什么 那时候很流行什么 个人新闻台 所以我那时候就是版名都是叫 波基碎碎念 对对对 所以就是我用波基出道很早 用波基出道很早 你用皇上名出道还早就对了 对对对对 好啦回来到今天的正题 我还是觉得 要不要先帮我们把民众党 这个假装的事情来中去 简单帮我们整理一下 其实我觉得从一个用比较简单的逻辑来讲 第一个就是说他的这个叫柯文哲竞选总统的竞选的政治现金这个专户 他们申报给监察院的这个这笔账 里面有很多的问题 那最早被质疑叫木可这家公司 对 就是说你这是一个 就很看起来跟柯关系很接近的一个公司 名字名称就很 就木可嘛 就柯嘛 那当然你有这个公司没有关系 但是如果今天他这家公司 他跟你的过从胜命 比如说他的负责人 是你进办的财务长的妹妹 对 然后而且曾经你去年 这个你们竞选总部曾经发过一个新闻稿说 那个董事长就是财务长 曾经有过一度 那现在的这个负责人当然就是他的妹妹这样子 所以这个关系到底怎么 就牵扯不清啦 这是一开始 这是一开始 但是后来整个案情爆炸 是因为他们的合作厂商 就是尼奥 跟时乐 就一位这个代导 对 他出来 黄珊珊的好朋友嘛 对 他出来发声明说 他说不好意思 你们在这个政治陷阱里面有九百多万的账 说是给我们 但是我们没有收到 我们也没有跟你们有这几笔的款项的往来 那这个问题就大了 为什么 就是你报给监察院有这个支出 可是我没有收这么钱啊 你说这个厂商拿了 他们说他没拿到 那这个事情都打掉了 所以其实是从这个边开始 那个就变成一个政治风暴 所以才叫假账风波 那后来开始就是什么端木正 什么会计师 怎么样怎么样 他们就开始查账等等的 所以烧到现在 不管他们现在查账进度怎么样 那包括这个案子就进入到司法 那就看这个风暴会烧到什么程度 第一个就是有没有人在里面 这个上下其手嘛 就说这个政治现金 你从民众 尤其大量的是小额捐款 那这些钱进到你们的这个政治现金专户 你们用在选总统的部分 到底有没有一些这个用在不当的地方 或者说你比如说透过木可公司 有人质疑啊 我说木可公司就是你们 比如说像什么租车 一笔钱过去了 然后呢这个钱其实实际上花到哪里去 不知道 然后木可的金流怎么留 这个之后就看让司法检掉去 就看查出来是怎么样的 对但是我觉得里面其实有很多的争议是 为黑而黑 举个例子 比如说像我们选举不是常常都会做很多那个 你看拿很多候选的面子 对对对 像你知道有些这个竞选的幕僚 他们面子可以用一整年 或是什么菜瓜布 就是竞选宣传小物 有时候你竞选今天就是发布完 因为会做很多 就带回家自己用 那常常就变成幕僚的那个你知道 就是三不五十我就带回去 我就当自己家用 那像这样的东西 比如说他说他做了900万的面子 可是面子 如果今天 我说如果比较严谨的团队 尤其是像柯文哲这种 以高于蓝绿标准的团队 去申报 你应该每一笔 比如说这笔 假设是20万宣传用的面子 那你该说多少份 平均单价多少元 你就附在上面 那我讲一般人就闭嘴了嘛 清清楚楚了 可是当今天你就只有写一个宣传用面子 人家就会想说 面子你怎么会花几百万 对 就总总加起来这样的责资花费 然后人家就说 哎呀这个有鬼 当今天各种质疑都出来的时候 我讲把你那个账每一笔 因为你是报给监察院的 对 那现在很明显发现说 他们报给监察院就很 很粗糙 对 然后这个整个作业 大家再来检视了 因为这是连他们自己人都觉得 这个报账的过程有问题 对 那如果今天这些粗糙 一个一个拿出来打的时候 会变成那叫做 质疑你民众党或说柯文哲的信任危机 对 就说你这笔账都是都有问题 不是不只是什么你们发现什么几十笔 然后呢什么惯进去啊 什么会计师做账等等 不只是这样的时候 那就很危险了 因为你我们常讲这个照摇一张嘴 屁摇跑断腿 你为了 你看像他们这前两天还在什么 每天要开记者会啦 等等的 这个其实老实说 然后每天开的就是每天流入画瓶 大家又继续骂那种感觉 我觉得要嘛就是一次讲完 对 一次讲清楚 而且让人家没有办法再去打 对 可是你要知道 这样这种东西在政治上 你很难讲清楚 对 比如说一个东西到底什么样叫做合理 什么价位什么叫合理 比如说我买一个便当100块 有人会说100块太贵了 有人会说100块太便宜了 有人会说单具你们哪里不合格 我想可以光是一张100块单具 我就可以找出一堆毛病 对 那这个你会导致这个很多焦点就失焦了 而且他们自己内部都还搞不清状况 但是我必须讲 陈志涵当然他嘴快了一点 但他在那场直播 他开头的时候讲这一笔 因为人家刚太质疑 他讲说9万多块 可是他在那个直播两个小时的最后面 他就已经更正了 他就已经更正就补充了许府的这个说法 但不管怎么说 你都可以看到民众党在处理这件事情上的一种 就是乱武章法 或是他们自己内部也是 好像也搞不清状况的那种感觉 其实我必须讲 选举的幕僚大部分不会碰钱 也是 不会去碰这个账 你最多是把我的支出 报出去 申报给这个财务部门 我能拿到我带电的钱 我就其他的我不管了 剩下的比如说大笔的通常都是总部职业跟厂商去支付 所以我说像报仗这个问题 比如说我们举一个过去最有名的一个账务的政治案 叫新票案 而且那时候就是在选举之前几天 可能差不多前三五天之类的 然后杀了宋楚瑜措手不及 而且宋楚瑜他不是第一时间就出来开 他拖了好几天 他也是要搞清楚状况 他就说他要去把这个账整理 可是出来即便开了那场记者会 那时候还是大学生 那时候光是看那个记者会 其实老实说一般人 看不懂 第一个看不懂 然后第二个你讲越多越复杂 然后一般人就觉得反正你就是有钱 流入你私人户头 然后你又讲不清楚 最容易就是给他一句话总结 那这种案件 只要发生对政治人物就是会受伤 他绝对受伤 那只是说宋楚瑜他的伤 其实你从最后的选举结果 他的伤无损他的所谓的 他当时的一个政治的能量 但只是那场选举就输交了 只是选不上总统 只是他选不上总统 可是他的 他接下来就可以筹筑政党 他变成一个台湾的第三势力 清明党的时候 对 所以我说像这种事情他会受伤的 所以像柯文哲 你会受伤 可是你要受伤到什么程度 你有没有办法止住血 还有就是你能不能确保 比如说这个政治献金 因为是黄珊珊主折嘛 所以我们把它称为黄珊珊的三大案 黄珊珊的三大案 三很大的案子 三大案 然后另外一个是你台北市政府里面的 一二三的三 三大案 okokok 就是这两个三 就一边是黄珊珊的三 一边是三件那个北市府什么 金华城 金华城对对对 现在在查 这两个就变成叫做双台效应 现在对柯文哲来讲就变成 因为金华城现在已经传讯 包括他的前副市长 都已经传过了 然后包括都委会的委员 很快可能就会到他 好 那这两件事情交叠在一起的时候 对民众党就是一个 确实是一个很大的危机 所以你现在怎么来看民众党的未来 有未来吗 第一个就是2026 对 县市长选举 可以说几乎就是不要寄往了 哦 你们可以策略性的比如说新竹 因为新竹是现在还是民众党执政的县市 但新竹现在勾弘湾现在也是明明某某啊 对他停止了 对停止了 可是他代理市长还是民众党的嘛 对了 那当然看说比如说要不要会不会有罢免 那后面还有很多变数 或者他怎么跟国民党在合作之类的 而且那又是柯文哲的故乡嘛 家乡嘛 所以我说新竹是你可能要 那个叫做策略性要推派人选的模式 但是我认为2026民众党要在 所有的县市首长里面拿下一席的难度都非常非常高 包括他现在还有另外一个执政线叫金门 可是金门他不是民众党提名 当初陈福海是无党级选上 然后选上之后再加入民众党 可是陈福海又因为他过去曾经有一个会选的案子 那后来选爸爸修正之后 他未来不能再参选 所以他是不能连任的 那所以对民众党来讲 现在就面临一个很困窘 比如说黄珊珊这一次被停选 就复兴选了 他不能代表民众党选 对对对对 不能代表民众党选 他可以退党用无党级选 可是如果今天他退党 你民众党有支持黄珊珊的理由吗 好尴尬 所以我说这个对民众党的整体布局 2026我认为民众党 现在可能要重新思考一下 如果这个风暴能够平安度过 关键在于这个风暴还没过 这个风暴如果能够平安度过 他们要重新思考2026的策略了 那再来就要看到说 他立法院还是有扮演功能吗 巴西立委 巴西立委不会少 至起码到2028年 就民众党的资本 我们常讲一家企业 比如说你碰到重大危机 你就会开始清算说 我到底还有多少的资本 我有多少筹码 对对对 我还有多少的员工可以用 多少的现金流什么的 可是对政党来讲 其实真正的资产是支持者信任 也就是说像政党支持度这件事情 像最近尤英龙老师的台湾民意基金 我刚刚有提到那个名字 大概是2.2% 掉了2.2% 那当然还没有结束 所以就是要看这个趋势 最后我觉得某种程度去测试一下 民众党的支持者的死终的程度 最后是到哪边 但不管怎么样 他在立法院就是有那巴西 最起码在2028之前 对那个叫做资源 那个叫现存资源 而这个叫流动的 流动性的资产 就是他的支持度 那如果你的现存资源 跟这些流动性的资产 让你的民众党还有能量 比如说你重新 未来重新建立 包括公平正义 包括居住正义 包括什么等等等等 各种你原本民众党诉求的价值 能够在未来还有三年的时间继续打 继续 而且有好的表现 我认为民众党有可能在2028 还能够继续扮演所谓的第三大打 我都觉得好难 你刚刚刚讲居住正义这四个字 这两天陈佩琪去看破疫的房子 对 就有点痣阿嘴巴了又都 所以我才说这些东西就是 你有没有自相矛盾 对 那价值最重要 价值 第三势力的政党 我刚刚提到了 比如说像柯文哲很多人说 他现在想要搞党产 那其实第三势力最重要的党产 就是支持者的信任 那包括你不要 其实你知道他现在一年 还有政党的补助金 对 就政党票换算成政党补助金 一年一亿五千万 那其实这个对民众党来讲 已经变成是 他你从一个很小规模 过去这个白手起家 这样的一个方式 到现在其实某种程度 已经要算小康了 对 就一个小型政党的规模 这些 你可以做点事情 这些资本 这些资源 是足以让你能够维持一定程度的运作的 所以短期内它不会打 可是呢 这时候民众党也要思考一件事情就是 我要不要成为柯文哲党 这一次的风暴 其实最关键就是 因为主角都跟柯文哲有关 那如果今天柯文哲党 那民众党是不是就跟着党 这是民众党的挑战 过去我们台湾的第三实力 大部分都面临两种模式 一种就是所谓的一人政党 另外一种就是大党的附庸 常常都是先从一人政党开始 默默的就走不到变成大党的附庸 我觉得感觉还有这样 也有都有的 你讲的这个亲民党就是其中一个 你从刚开始台联也有点像是因为李前总统 对他是李登辉的光环 然后慢慢的也靠绿了 因为他本来就是 他的光环意识形态就是小绿 所以你基本上你细数 每一个在过去的这些 所谓的第三实力几乎都是这样子 几乎都是先从一个政治明星出来 然后慢慢就还是得要挂靠在光谱的某一边 这个是第三实力我们在台湾现存的政治实力里面 必须要面临的课题 必须要 必须要面临 就是说你的起家 就是说每一个小型政党起家是靠什么 比如说当年的新党是从国民党分裂出来 台湾最早的第三实力有规模的叫新党 那当然他有他的意识形态的主张 可是在那个时候主张这所谓的中华民国派 是很政治正确的 而且在那个时候有很多年轻有为的政治明星 其实新党是最早的明星政党 而且他那个时候有所谓的中产阶级的 他其实是都会党 可以这么说 然后大量的包括我们这个 赵大哥 对赵大哥 那个时候就是明星 那当然很多都是从国民党出走 那他们对新党的一个期许就是 他要做小市民的代言人 其实那个时候就除了政治意识形态的对立之外 另外一个很重要就是他们强调的就是公民正义 这个其实很多的第三实力都会诉求这一块 但后来越走越走 就要走到政治光谱的某一个偏激独显 当然有一个关键就是在于说 当你因为你是从大党出走 我们目前大部分的第三实力都是从大党出走 对对对 那台联 台联当初陈水扁执政的时候 台联成立的目标叫做帮助陈水执执政 帮助陈水执执政 就是说为了维系本土政权 所以奉李登辉为精神领袖 然后呢这个去在整个立法院的运作 基本上都是跟绿营做这个所谓的合作 那他是一个叫做 就是说策略性 即便他里面一部分是国民党的本土派出走的 那也有绿营的也有民进党的 但是他们合作起来基本上是跟绿合作 所以他就变成所谓的小绿型的政党 所以像台联 他就从头到尾都没有想说 我要出来选个什么总统之类的 就是我要执政的这个方向 台联就没想过 我就是拱陈水执上去就对了 其实像这样的这种政党 在那个年代存在的空间比较大的原因 是因为立法院的选举制度 就他是所谓的多席次 比如说像那时候台北 我觉得一个选区可以选好几席 台北市就分两个选区 南区北区 一个选区至少是好像是八个还是十个 所以你那时候我一个小党 我只要选南北个题一席 是有机会选上的 因为可能他拿个8%18的选票 他就当选了 现在很难 现在因为变成是单一选区 所以就2008年第七届立法院以后 都变成是单一小选区 然后单一候选人至少 通常如果是蓝绿对决 通常就是你要拿过半的选票 对 那对小党来讲 在这种制度里面 你要当选就非常非常困难 所以像从2008以后 小党能够 就是你是代表小党 而且在蓝绿沙喀都的状况下 在蓝绿都没有礼让 就是蓝绿在这个局里都有提名 你能够当选的恐怕只有外岛 只有外岛啊 对 只有类似像新党 或是说像那种 就是说他们 所以实际盘算起来是一个都没有吗 如果以本岛来讲的话 如果是蓝绿 加一个第三势沙喀都的局面 那那时候黄国昌当选是 黄国昌的时候民进党是礼让 它在细致嘛 所以我说像这个模式就变成说 对小党这种区域立委 对小党的这个是极度不利 就是要把小党养起来啦 就是这个环境很困难 就小党你要参政 第一件事情就是区域立委 你不用想了 就说这一块你要拿到席制难度很高 所以你就是只能往政党票 那一块去经营 可是你没有区域立委 你就要 你怎么去把政党票冲高 这个就是一个你知道吗 互为因果 到底先有鸡还是先有蛋 那你没有地盘 你要怎么未来壮大 所以就会碰到这个很多问题 比如说你拿到几席议员 可是你在这个议员 你的议员就没有办法变成立委啊 那就变成万年的议员 好 最后就会变成什么问题 有些议员 我在小党待久了 我就觉得 我想要选立委啊 我已经到了天花板了 我政治生涯没有办法再突破了 可是我觉得我很优秀 我应该要选这个立委嘛 对不对 那我干嘛 加入大党 对啊 最后就又变成就蓝绿的这个附庸 是 所以对很多小党 当碰到小党的那个红利 有些小党会有红利 就好比说像柯文哲 某种程度上 民众党叫做十年磨一剑 就是柯文哲从2013年 这个开始要选台北市长开始 他从政 他从民进党支持 包括这个 辅助他变成一个所谓的第三势力 白色力量 然后接到台北市 然后2018年连任 而且在蓝绿夹杀的状况下连任成功 那他的声势已经变成说就是他有一个固定的盘 然后再到2020年他拿到了就主了民众党 然后拿到不分区席次 再到2024年的终于第一次参选总统 理论上这十年的进展应该是让一个 就是说他这个政党模式 我讲十年磨一剑就是说他终于有了一件成果 对尤其那时候在要选2024的时候 大家看看都觉得有个苗头 感觉起来第三势力有苗头的那种感觉 而且比较像 比较跟传统清明党台联 这个新党的模式不太一样 比较不一样 就是比如说即便你柯文哲一开始是 还是政治明星 绿营知识 但是呢他是素人从政 但是他还是艺人政党那时候感觉起来 一直到现在 应该说这个艺人政党是因为他是明星 对因为他是明星 因为他的能量够强 对对对 可是他号召起来 他也加入了其他明星啊 高宏安啊 有黄珊珊啊 有黄国昌啊 慢慢也有更多的明星加入 可是 像我最近我就说 这个政党是被诅咒了 每个明星都折损很快 高宏安因为这个案子 助理非案 他一审有罪 然后被停职 所以他现在很尴尬 然后那个黄珊珊被停权 对 那现在民众党真正的台住 就剩柯文哲跟黄国昌 就是能够把 有那个能量 是真的能够号召群众的那种能量的 所以 我觉得民众党他们 我们就回到 就说谈完第三势力 他们这种困境之后 民众党如果不能够走自己的路 因为尤其是对柯文哲来讲 他这十年在运作第三势力 他有个基本的概念 就是一定要打蓝打绿 什么垃圾不分蓝绿 对 推倒蓝绿高强 就是你一定要跟蓝绿不一样 所以当这一次他面临危机 他们有一些这个 比较辩解的词 他是说国民党也这样 民进党也这样 那你就是一起获悉你 这就会让很多 被对传统蓝绿不满的人 也会对白不满 对啊 因为就是希望你要不一样 那你今天做了这事情 然后你要说 他也一样 所以我这样没什么 那不就是 对啊 让大家很失望 可是这就是 这就是一个很尴尬的地方 就是当你碰到了这种政治危机 你终于想到的时候 还是得要拿蓝跟绿来垫背 至少我没有输蓝绿 可是我认为在台湾 如果你真的要当一个第三势力 如果你有这个觉悟 你必须要标准确实要比蓝绿还高 就如同我刚刚讲的 你账务怎么可能会做成这个样子 很抱歉 在这次的做账的方面 你是不如蓝绿的 而且是有点匪夷所思的感觉 怎么会出 抛到这种程度那种感觉 抛用那个黄国昌的口头产 太离谱了 对啊 就是你很难想象 就很难想象对方 怎么可能会发生这种事 很难想象怎么可能 就是你要知道我们 我们就讲一些比较务实面的 我也报过账啊 我以前是在大学工作的时候 我是负责看学生 因为我管学生社团 学生社团要来补助 申请补助 他们要拿发票评证来跟我报账啊 所以每张发票我们就会看得很清楚啊 我还会告诉他们说要怎么做啊 就怎么做你的资出评证才不会被推荐嘛 所以这个东西 这个你要知道 我相信支持柯文哲的很多的小草 他们如果在大学参加过社团 有在哪边有报过账 他们都很清楚什么叫报账 那怎么会把一个账搞成稀里扶路的 乱成这样 对乱成这样 那很多人就会觉得这违反常识 那就违背了柯文哲一开始 你知道柯文哲在台北市长认内 他最喜欢讲的一句话是说 要建立一个用常识可以理解的国家 可是在这件事情上面很抱歉喔 用常识没有办法理解 是无法理解的 而且他越讲我越有没有办法理解 而且我还是用常识耶 没有办法理解 这个跟黑布黑客没有关系 就是说单纯是柯文哲在 或说民众党 或说柯文哲的竞选办公室 就犯了一个很大的大忌 就是跟柯文哲人设 跟民众党的党设 完全背道而驰 那这个错误 你如果没有办法痛定失痛去改变的话 很抱歉 民众党就可能一蹶不振 那当然我觉得 很多人可能对柯文哲的期待是高的 所以相对来讲 那个失望就会更强烈了 因为你看好像比如说 我们以前常常讲 国民党 尤其是我小时候 他们说国民党会选 那个有什么对不对 我记得我们以前小时候都会有那种 不会选就不会选 前面那个会选是拿钱买票的会选 后面那个会是会不会的会 以前就会有这种顺口流 所以对国民党的政治人物来讲 他没有那个包袱 他没有那个形象的 当然现在的国民党可能不太一样 可是民进党同样的 就是以前的民进党 什么青年情政爱乡土 可是现在他执政久了 他也有很多的贪腐的弊案 也会发生 可是对一个新兴的 势力的第三政 第三势力的政党来讲 大部分人还是期待 能够有更高的标准来看 就是说他能够对台湾政治 带来一些所谓的新政治 那不然我们就选旧的就好 干嘛来选新的 所以这是民众党本身的问题 但是你就整个 我们的政治制度上来看 一个你是说因为立法院 他现在单一选区 所以他会变成小党 基本上是没有办法在区域选出 连一席都选不上 这是一个 还有什么是你觉得 在台湾目前政治环境当中 对于要养出一个好的 健康的小党 几乎就是非常困难的一些 当然还有一个叫做人才的 一些宿命好了 对 就人才培育的管道的问题 你一个政党我讲了规模化之后 比如说现在的民众党理论上 有能力去做人才培育的工作了 可是四年前乃至于五六年前 就是柯文哲在台北市场论内还没有阻挡的时候 那个时候就只能用所谓的柯家军 对 就一开始就只能用你市府团队里面的人 或者说你这些团队里面的人的人脉 所号召而来的去成立民众党 再加上那个时候郭台铭的益助 所以有了高鸿安 有了谁 那个人才是这样子募集而来的 那大部分的小党都会碰到一个状况 就是要从大党里面的人 去吸一些人过来 所以要嘛是人家用肾不要的 这个2022年有很多就是蓝绿 原本在国民党在民进党 也许是因为理念不合 也许是因为初选没过 有了有看到好几个 对他转而去投靠民众党 可是这些人的那个会有一个风险 什么样的风险 就是第一个 如果他在民众党没有闯出一点民团 那舞台没有拿到 他就随时就会离开 因为他们不见得是为了认同你的价值理念而来 他们是为 因为他觉得我到小党我有一个舞台 那我在因为小党 他是有所求而来的 小党需要的是 这个寄存的政治势力 就是说因为你要知道 如果全部都是那种政治素人 老实说你们在台湾很多这种小选区 真的不容易选 那个你说真的什么 拿着一张这个宣传单到处去发 你就能选上吗 老实说这个太天真了 可是所以有一些有地方有政治基础 或说曾经有过参选经验的人 对这些小党来讲 在刚开始的时候会很有吸引力 就他们说 我想要这样 太好了 哇你愿意这个带枪投靠太棒了 自带两朝嘛 这种人才通常是很多小党没有办法抗拒 可是这些人来的时候会不会把传统大党的政党文化带进来 然后他在地方培育人才的模式就会变成轮为大党的这种逻辑 那可能会有水土不服 对 所以我说对小党来讲 人才培育 从吸收培育养成 这个过程其实要花很长时间 而大党有能量可以去做这件事情 大党比如说我们讲最简单的 比如说国民党跟地方派系的互动 如果今天有执政 地方派系就会挺你的 对 那国民党跟地方 这个中央没有执政了 那你至少地方要执政 对 就是你地方县市首长拿到了 这些地方派系还是愿意跟你合作 因为现在台湾地方派系 通常都变成是比较是以县市为区域为一个单位 比如说云林有张家 比如说彰化有什么 那像民进党 比如说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陈明文 陈明文过去他是国民党的地方派系 他是国民党的很早培育的 所谓地方派系的政治精英 所以从省议员开始做 他都是国民党 可是当他想要选县长 他动了那个野心 然后国民党不给他机会 他就决定加入民进党 而且是带了整个派系加入进民进党 那个民进党执政 中央执政有资源 所以第一地方派系 他看的不见得是理念价值 而是我有没有办法更上一层楼 我会有更多的政治势力 更政治资源 那小党或说第三势力的政党 你不能玩这个游戏 因为这种蓝绿 有时候你会说奇怪蓝跟绿 明明这个价值观天差地远 怎么之前还可以这样跑跑去 怎么还可以跑跑去 这种叫自带粮草的优惑 如果今天 他就是地方诸侯才会这样子跑啊 对 这个当然跟地方生态 地方政治生态有关 这也是小党很难在地方 打出组织战的原因 因为你要花钱 你要花资源 你要花很多的力量 要成立很多什么协会啊 什么妇女会啊 你要跟这些团体啊 跟这些人 那要去拨弄 而且要很长年的关系的经营 你要跟蓝绿玩军备竞赛 真的没办法 你玩不赢的 对 人家几十年经营的成果 你是很难的 你中央又没有执政 对 所以拿什么出来吸引别 所以我们就回到 刚刚我讲的一句话 就是支持者的热情 才是你最重要的党产 那你这些支持者热情 从何而来 比如说 这次柯文哲里面 还有一个案外案 叫做柯文哲他太太 帮儿子 弄了一个公司什么之类的 她说为了要经营什么 小早咖啡馆 小早咖啡馆这个概念 OK 可是你执行的方式 不能用成立公司的方式 因为这样就很容易变成 所谓的党产的概念 那像比如说 我记得我曾经在一些 这个就是政论 或直播节目里面 你有记得 就在选后 选后我们那时候是分析说 柯文哲该怎么样去跟 走跟蓝绿不同的 经营地方的路 那时候我的建议是说 你是医师嘛 那你就去疫诊 那个疫诊不是 不是要你去 真的是当医师啊 你去做那个叫健康咨询 你只是去量血压 聊聊天 关心老人家 很多偏向 对对对 很多偏向的长辈 你是这个叫做急诊专业 或者说至少基本的 因为你是医师你可以做这件事情 你的太太是另一半是小儿科 那就是变成老的小的你们都可以顾 就可以去做这种叫巡回医者 我们本来给他们建议 就是说应该是用这个方式 因为不用花钱 你最多就是 也比起脚要做环保比较没那么辛苦 你本来就要去各地下乡走了 对对对 如果你要再拼一次 我说那个是今年选后 那时候他们正在烦恼 就是说要怎么样去跟这个地方组织 要怎么样落地生根 我就说 其实你去跟蓝绿做军事竞赛 你比不赢的 那你要走另外一条路 蓝绿的便当假设是一个80块 你如果没有给这个地方 一个90块的便当 你没有办法把人吸走 对那你又没有那样的资源 那你如果是给一样的资源 我告诉你人家两个都拿 对 可是最后表面上看起来说 你来我都挺你 但是最后票往哪里走不知道 所以我说你去玩军妹 比如说像去年就有这个 我们讲这个郭董 郭董 孟子彤他也是第三势力 对 他的从政的路其实是很辛苦的 他从这个2019 他是想要寻求国民党的提名 对我没有 那去年他又再一次的 想要寻求国民党提名 可是在这一块 就是说当他最后决定要自己联署的时候 我们刚刚还忘了讲一件事情 就是所谓的第三势力 想要自己联署选总统的这条路 这条路其实很坎坷 你看最后搞到是 而且要是首富等级的那种 才有办法玩 你要知道郭董没有政治现金专户 对啊 他全部都是他自己的 他自己话 但郭董最后还是跌跌撞撞 还是出了很多的司法的问题 所以真的很不容易的 那我说对柯文哲来讲 如果你只要去玩地方拍戏 跟地方拍戏 这种游戏的话 你玩不赢蓝绿的 所以在讲到最后 其实台湾是你觉得 没有什么可以期待 第三势力真的可以讲出来的 有机会 还是有哦 有机会 因为比如说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这个49岁以下的族群 我们就预判 你就快要超过了 2028 我讲的是2028 49岁以下的族群 都是所谓的六年级末段 2028年还是49岁以下 对 我已经超过了 没关系 我没有要讲你了 我都会计算一下 我没有要报他的 自己对好入住 对但是我是说 一般来讲 49岁是一个分界 是什么分界 因为我们的选举是20岁到50岁 是一个区段 50岁以上算一个区段 所谓的20岁到50岁 叫轻壮 轻壮时代 50岁以上叫做长 就长辈了啦 可是这20岁到50岁 大概通常占我们台湾选民 大概是一半 OK 第一个他选票大概是一半的量 而这群人 我是说他的那个 你要知道我们很多人想 七年级生 对 在我们这个时代我们讲 青年级生都讲什么草莓族啊 什么网路原神组啊 什么就是他们很爱上网啊 很多不务正业啊 怎样怎样 抱歉喔 2028选举的时候 他们这群人 是主力 已经到49岁 这个45到49岁这个区间 对 他们都是中年了 那这群人他们是网路原神啊 他们对社群的媒体的那个 那个更容易接受 对啊 然后呢 对很多的资讯的判别 跟上一个时代是完全不一样 连意识形态都可能不一样 OK 所以你说第三势力 他们对传统蓝绿 其实多半是厌倦 或者说就是 就神欸 就冷感 无力 无力 可是呢 所以我说第三势力 原本应该有一个契机 这也是为什么柯文哲 能够在这一次 拿到300多万票的关键 就是本来就有这个市场 其实是一个叫 你要说 因为很多讲红海蓝海 不行 我想说 这个如果以柯文哲 应该就说 一个白沙 白沙囤 就是说一片白沙 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去采取的矿 可是 当你今天你碰到了这一次的危机 这一群人还愿不愿意再相信你一次 这个才是柯文哲 现在碰到的最大的政治课题 第三势力有 有这个契机的 可是第三势力有没有办法做的 让这群人愿意相信 我想这才是接下来的关键 而且还是可以从网路生态 跟过去传统不一样的这个角度 去重新思考这个事情 对 就是尤其我们现在的 所以你会发现 像民进党 民进党是一个很擅长选举技术的政党 当他们在经营社群 当他们 你要记得 我记得 我刚入行没多久 什么民进党开始有部落格 就政治人物开始经营部落格 然后开始经营扑浪 脸书 IG 其实都是民进党率写 民进党对这种社群或说跟更年轻时代的对话 是他们如果有这种工具 他们一定第一个用 那理论上第三势力的政党应该要更敏感 更敏感 对 然后国民党就不要勉强了 因为这也是国民党为什么他长期年轻人制度的会偏低的原因 就是他不擅长跟 透过这样子的管道跟年轻人制度 或是跟新的时代来做过同 对 那这也是我刚刚讲到人才培育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就是传统兰绿现在都有一些什么营队 对 而且会各派系办各自的青年营 或者像比如国民党过去有什么奖学金 或者是说他们有一些这种培训的机制 可是民众党目前看起来是没有的 目前看起来这一块它比较缺 所以我说当今天好不容易其实你选完一次总统 理论上你来了很多的志工 很多的你要说小草也好或怎么样 你都可以在里面去找到一些可培养的人 对 这些应该要把他 第一个希望他们入党 对 然后第二个希望他们加入参与的改变的团队 那你的团队才会越来越壮大 可是如果今天被少数人拔持了整个党的机器 或说整个决策的机制的时候 这群人他们没有办法参与 他即便也很有意见 像其实民众党还发生了一个很独特的现象 就是出来 就每次他们发生任何的政治的危机的时候 出来打的永远是自己人 这是一个蛮特别的现象 蓝跟绿不会打到这个程度 过去很少 比如说像民进党 比如说假设有一个李萌燕 他被爆了这个 你会发现民进党所有人都不谈 就让这个案子 过去过去 默默就断掉 可是在民众党可能就是 有一个人就突然跳出来 你看李萌燕他十年前欠我几百万 就会翻旧账 这个对民众党来讲 就是他们的某种程度 爱自己 我的想法是 他们的党员或是他们的从政同志 爱自己比爱党更多 但这凸显了不同的世代的不同的样貌 我觉得某种程度也是这样 当然可是换个角度 就是说柯文哲对人的经营真的还不够 因为你知道 比如说以前我记得像老宋 老宋因为最近我刚好 他最有名的就是跟人之间的 他很会出比较的问题 他以前曾经有一个被指控说他大学作弊 他以前他选总统常就被绿营说 你看你这个人在政大的时候考试作弊 他一直坚持不愿意把这个事件还原 他其实是被超的那一个 OK 他有这个舞弊事件 但他是被超的 他不是超人的 可是他一直不愿意把这个事件还原的原因 他后来有在一些回忆录里面都有讲 因为他不要当时帮他处理这个事件的老师 及那一位同学为难 那如果你是那个当年曾经超过宋楚瑜考卷的那个同学 你就谢谢他一辈子 对你心里面会觉得哇这个人够意思 对我现在一个人 而且那个时候其实你知道宋楚瑜的团队 曾经是一直劝说要不要把这个同学找出来 还原那个当年 OK 他说不要这样 他说为了真子不用做到这个程度 所以柯文哲我觉得他在人的 就少了人的温度这个部分 可是他从政这也是他的魅力所在 因为很多人就会说 这样的话他才可以什么大公无私 所以如果有碰到不对 他才能骂能打 可是当很多人发现 可是你对你的家人又是另外一套标准的时候 问号就出现了 对所以我说柯文哲也要自己知道 自己的人设是什么样的模式 我觉得台湾政治都就一个很简单道理 就如果你希望你成为什么样的人 你就要走那样的路 如果你不希望成为外面讨厌的人 那你就不要违背自己想走的路 第三势力现在讲起来 好像或许还有一点可能 但就是在不同的世代当中 要有不同的思维去思考这件事情 在文物世代 跟过去传统的政治 或许有不一样的文化 才有这么一点可能 就不要完全都觉得第三势力 才会没机会就对了 永远都有机会 只是有没有人去把那个浪带离 就看下一波的造浪者是谁 好 今天非常谢谢波基 再次来跟我们聊 现在幕后聊新闻 听那些看不到的故事 我们节目在每个礼拜二 跟礼拜五更新上架 现在各大平台都可以听得到 喜欢我们用这样的方式来聊新闻 欢迎订阅分享 并且在Apple Podcast 或Spotify跟母星评价 新闻幕后我们现在有粉专 也有IG 我们会把连接附在节目资讯栏 有任何想法都欢迎回馈给我们 同时我们也欢迎广告商务合作 联络的方式会留在节目资讯栏 再次感谢大家的时间 谢谢波基 谢谢露露 好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